好 落实回馈社会关怀弱势 合库金控连续多年捐款资助花莲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新年刚过 合库金控再送爱心善款 支持老家协会照顾独老的用心 合库金控连续多年资助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农历新年刚过 合库金控立即送来爱心善款 支持老家协会照顾独老的行动 因为我们感觉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而且花莲老家一直照顾弱势的长者 而且不但是照顾他们的生活 而且照顾他们的心灵把他们当作是宝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感佩 这个花莲老家这么有善心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合库一直都希望能够尽一些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大家都能够对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一些的 比如是这种弱势老人的话 大家都能够尽一点心意 让我们社会有爱 有阳光 然后充满温暖 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表示 疫情当中社福机构面临捐款不足的困境 感谢有企业的善心资助 让照顾独老的用心不要中断 花莲老家在花莲县 针对弱势边缘的长者跟福分家庭 提供一些整合性的服务 我想特别是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 那在预算目前我们这个仇座 还不到这个二分之一 那我想很多的部分 服务机配的部分 还需要各界给予我们老家很大的赏助 核酷金控也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号召更多企业社团来关心弱势团体 大家尽一点心力 让社会更温暖祥和 这里会幻视报导